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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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过去进行是肯定的句型 来 同学我们可以看到视窗上面哦 主词加上 was word 加 v ing 代表过去某个时间点正在做某事 OK 我们现在来请同学造个句子咯 来 我那时候正在睡觉 来 同学请你造句 OK 来 time is up 时间到了 我们来看答案咯 I was sleeping OK was 加 v ing 代表过去某一个时间点正在做 OK 好 再来我们来试试看第二个句子哦 嗯 我们来造一个 你那时候正在洗澡 来 你要配谁呀 要配 word 对不对 洗澡我们用哪一个片语 take a shower 同学记得吗 take a shower 是淋浴哦 那take a bath 是泡澡 take a bath alright 那我们在这边来看一下这个句型 来 同学请你用过去进行式来造句 请造 OK 来 我们来看答案 you were taking a shower 你那时候正在洗澡 表示过去某一个时间正在做 alright 看完了肯定句之后 我们来看到否定句 否定句就很简单了 否定句就在B动词后面加上否定词not就可以了 OK 来 首先在这边要提醒你哦 was跟were不可以跟主词缩写哦 OK 但是呢 was跟were可以跟not缩写 was跟not缩写就会变成wasnt were跟not缩写就会变成werent 同学们概念了呢 alright 那我们来造句了 同样来造句哦 练习造句是让你了解你到底有没有懂这个文法最好的机会哦 好 来 你那时候没有在打棒球 ok alright 我们来看答案 you were not playing base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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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you were not 就在b动词后面加上not就可以了 那么 you跟word可不可以缩写 绝对不可以哦 但是word跟not可以缩写 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写法 you weren't playing baseball OK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句 再造一个例句 再造一个例句试试看 嗯 嗯 他 他那时候没有在看新闻 他那时候没有 没有在看电视新闻 电视新闻 电视新闻叫做TV news TV news alright ok 来同学请造句咯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he was not watching the TV news he was 可不可以缩写 不可以哦 但是was not 可以缩写成wasnt 所以另外一种写法 he wasn't watching the TV news 同学你有没有答对了呢 哦 嗯 嗯 嗯 词